来看这一幕大街上打孩子 这位民众经过这个新竹武昌邮局的时候呢 听到一个小男孩嚎啕大哭 原来是他的外婆呢 在大声的责骂他 还用力去捏他的脸颊 小小的脸颊捏得又红又肿 民众拍了下来PO上网 认为这个外婆情绪失控 管教过当 阿嬷愤怒的大声吼叫 要坐在机身上的小男童 不准再哭了 但两岁大的小男童反倒被吓坏 哭得更厉害 不只怒吼大骂 还动手捏了男童的脸颊 其实拿卫生纸替他擦鼻涕 但动作很粗鲁 这时只看到小男童越哭越伤心 不能又受不了了 一度伸起手肘做事要打他 接着用力捏着男童的耳朵和脸颊 男童整张脸被打得红彤彤的 小孩子后来没有哭闹的时候 他也都没有在打小孩干嘛 不像会那种虐待小孩的啦 在路边打小孩的这一幕 却被路人拍下 看到阿嬷情趣失控 路人赶紧停止拍摄 上前阻止 这名女子当时还背着另一个孩子 站在新竹邮居前面 附近民众说 因为小男孩太调皮 阿嬷骂了几句就放声大哭 确实也出手教训了他 事后阿嬷还带着他到蛋糕店买蛋糕 那是相当疼爱蹲着 此小小年纪怎么承受得了呼巴掌 耳朵要是受伤了 就算事后买再多的蛋糕也一事无补 有没有涉及虐童 警方说必须看到影片才能认定 新竹采访报导